Hello,大家好,我是新鲜胖子哥 昨天呢,我上了飞机从杭州那边 然后飞回阿克蘇 今天早上才到 昨天晚上呢,在那边 盐雾了,盐雾鸡了 然后这会儿呢,来阿克蘇这边 吃一个拌面 太小了,你知道吗 出去的时候吃不到好吃的拌面 你说能不着急吗 所以说今天过来,满足一下我的胃 走着 这一碗的辣皮子 然后再来放四口肉 酒杯都辣不算是吗 辣皮子 走开嘛,这别人的辣皮子 是吧 好感 这给你加面,加面又热了,不要热了 哎,谁喝的辣皮子,咱们不想热了 我就说话 刚起来辣皮子就来了 哪有那么快乐 先把蒜剥哈 出去到外面 我这蒜都吃不上你说 好不容易要大蒜吧 大蒜没有蒜味 你知道那个感觉是啥感觉 哎呀 哎呀,终于遇到烤肉了 香灵感 全是那个家乡的味道 出去在外面 真吃到这么 这么斩地的烤肉 吃不到这么斩地的拌面 知道吗 这家店面呢 也是我经常来的一家拌面馆 在阿克斯市里边 哎呀,老板说 态度又好又热气 而且这个吃饭呢又热了 再加上,这是 我吃了阿克斯这边的辣子拌面中 这家店呢还是 比较正宗的一家 所以说就来他家 看没有 腊皮子 肉 青椒 虾子 就这点东西 不像别的地方吃 夹的腊皮子 腊皮自然有白菜帮的 全部来给 还有一点就是 在家拌面 他会给你一个 尖带 话不多说 我真的太想念了 还有一个 柜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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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柜 他是不是有反正我 好 辣子哥 给鱼子 这个干面炒面 这个干面够了 够了不能多吃啊 尝个味道就行 老板 你再给我装有辣皮子炖面 大婆 加面子就慢慢吃 咱们到现在 说吃饭子 不像以前吃饭面那么狠 我也得注重我的肚子 现在肚子越来越大了 我得把它剪下去 真的 出门来来就好这一口 今天友情 在咱们的 魏地 二三线城市呢 开一个咱们新疆餐厅 让你们吃到正宗的 新疆拌面 正宗的烤肉